乌克兰危机至今已有一年 冲突呈现 长期化 扩大化 趋势 无数民众遭受巨大苦难 外溢影响 日益加剧 我们对此深感担忧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始终主张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都应该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应该得到支持 当前形势下 我愿谈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 耽误之急 是推动尽快实现停火止战 冲突和战争没有赢家 无情的战火延长一刻 民众的痛苦就增加一分 国际社会要为全核出谈 做出共同努力 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一年 残酷的事实充分证明 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 拱火焦油只会加剧各方矛盾 延长冲突只会让普通民众 付出更大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